跟著復古音樂節奏 季爺爺緩緩拿起剪髮袍 事實在的理髮廳 就將隨著斯文里都根泄目了 房子壞掉了 你改建也不是辦法 一分為二 左邊是店鋪 右邊不到五坪大的空間 就是夫妻倆平時生活的地方 雖然狹小 但想起月底就要搬離 他滿事不捨 這個房子剛蓋好 我就進來 會流眼 流眼淚 人都是有感情人的 衛林育50年的斯文里三期 五月就要拆除重建 但216戶完成點交的 卻只有38戶不到六分之一 除了不捨 還有外頭高昂租金 在外面吃飯 泡茶吃飯聊天 全都在這張桌子 不到食品 卻借了一家三口 香氣北市房租動輒 兩萬起跳 租屋補助卻只有6800元 李先生道出住戶無奈 真的補助太小潮了 好幾戶都還是不想搬 那個拆監位都不領 更慘的是有100多戶 低收入弱勢成租戶 沒能力出去租房 我居在這 如今房子要拆了 他們卻只有北市府提供的 兩台免費搬家車 所有籤人來講 還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對他們來講可能無關緊要 但是對成租戶來講 確實是沒有辦法考慮 所以陳租戶的部分 在都更條例裡面 可能是一個需要再加補強的地方 全台首個公辦都更案 開拆在即 但這些老住戶們的未來 卻還不知往哪去 東森財經新聞 劉貝錫 劉子騰 台北報導